主席 主席 本期麻煩請部長 好 請蔣部長 委員好 部長 吳安 吳安 進行了一天的答詢很辛苦 不會 本期不再問你流感的事情 我們換一個題目 來做一些溝通跟討論 我想 不曉部長知不知道 我們在前年底 通過聲音障礙 權力公約的施行法 所以在今年 我們有非常多的工作 必須要完成 包括我們要第一次 提出國家報告書 包括我們要檢討 相關的法規 但是很可惜 本期在今天 規部所提供的 書面的資料裡面的話 看不到在這一個部分 我們進行的努力 有 我們書面資料有 可能我剛剛口頭報告的時候 沒有寫的很 沒有講很多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的超級人希望我簡略 我的時間更有限 所以我想 我下面直接請教 就是說部長 那部長對於 CRPD 在國內落實推動的這一個部分的話 目前的就是說 情況你滿意嗎 你們是主責的單位 我覺得 絕對有改善的空間 這是很安全的一個講法 好 那部長了解 就是說這一個 目前執行的情況嗎 呃 我略知 但是當然署長比我更熟 好 那我直接請教部長 在公約事情法第八條裡面規定 聲音障礙者的基本權益受損的時候 如果要聘請律師 來維護他的權益的時候 政府要提供法律輔助 那目前的相關執行跟相關的辦法 是什麼樣子的情況 我可不可以請署長回答 署長 好 跟委員報告 的確在法律輔助的時候 在相關也有法律輔助的一些辦法 在司法院那邊 也有一個法服基金會 這邊再提供一些協助 我問的不是這個 好 這個我當然知道 好 這個通通都知道 我們想針對這一個部分的話 按照公約事情法 第八條的就是說規定的這一個部分 好 他在權益受損的這個部分 好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你們怎麼樣落實跟執行 就是還是跟一般的法律輔助是一樣的 這個要看他的一些狀況 什麼樣子的狀況 誰來決定什麼樣的狀況 你們有做法跟辦法出來嗎 委員應該指的是說 他如果因為身心障礙而 有一些差別待遇的這一塊 受到一些權益嗎 基本權益受損 在法裡面規定的是 基本權益受損的這個部分 他都可以提出 請律師維護他的 就是說相關的權益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跟一般的法律輔助 目前我們在做法上面 有沒有什麼不同 我想每一個人的基本權益受損 應該都是要受到法律的爆炸 所以你就說第八條 就是說隨便亂訂一訂 隨便講講的 我想這邊應該是指說 他因為身心障礙的這塊 這不是你在解釋 這法律的就是說規定 不是你解釋的 然後解釋到你學法的 你應該非常清楚 你應該比我們做很多的人都清楚 就是說不要巧遍 部長有做就有做 沒有做就沒有做 這一條我們根本沒有做 沒有執行 因為我們跟司法院喬不攏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主要是司法院 主要是經費的問題 你們推給司法院 司法院認為是你們的事情 所以你們喬了半天喬不攏 所以今年的這一個部分 就是說到目前為止 前年公佈實行 前年底公佈實行 到現在為止我們沒有執行 部長你覺得可以接受嗎 呃 我的了解這個是有點跨部會 涉及到很多的部會 如果跨部會的話也要協調 也要處理也要解決啊 不能皮球一直踢 踢到現在這樣子為止 我呃 我來 來 來 督導這個事情 看看這個事情 可不可以 比較 部長什麼時候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欸 這個 還不 這個設計 還涉及到司法院 我們積極的來協調 多積極 520之後嗎 不會了 所以多久 一個月夠不夠 欸 一個月我給委員一個報告 好不好 給我一個報告 報告說還在繼續協調 那我們一個月之內一定開個協調的會議 開一個協調會議 這可能明天就可以吧 我們儘快 不是 報告結果什麼時候會出來 你們協調嗎 因為這個是涉及到其他的這個部會跟院 甚至司法院 所以 我坦白的說我還真的沒有那麼多的把握 另外它也涉及到經費的編列 好我想即便部長在520之後的話 就是說 也變得的話 事實上我想我們社家族還是會存在 那當然 在任內裡面的話 我想我在 就是說這個事情的話 絕不能夠放任這樣子的來做處理 好那我 本來再請問 好 我們 公約事情法規定 好 我們 要 設立 所以 我們有 國家報告 要做法規檢視 我們要做教育推廣等等 好 的工作 我想請問 就是說 我們裡面 為什麼把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外包出去 好 所謂成立一個專案辦公室 然後 這是一個例行的工作 不是今年做完就沒有了 我們之後的的話 每四年都要提出國家報告 然後法規的檢視 還有就是說教育推廣的工作 必須不斷的去進行 請問為什麼我們把這樣子 法定的就是說工作跟業務外包出去 呃 公委員報告 我們的確像社家屬的人力是不夠的 一個社家屬總共的人力 正式編制有八十幾個 我想大概沒有一個部會 沒有一個單位是說 他的人力是夠的 對 但是我們社家屬的正式編制 只有八十幾位的人力 那這樣子的一個大的這個project 所以 以後這一個工作 我們就會今年累月持續的委外嗎 沒有 持續 我跟委員報告 爭取什麼經費 我們是 你剛剛講這也是一個重點 你們用了什麼經費 你們編列了多少預算 呃 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因為我們現在目前是沒有正式的公務預算裡面的經費 所以你們全部的費用是用公務彩券的回饋金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也是我們會積極 去年用了多少錢 呃 一千三百六十萬 今年要花多少錢 呃 今年也是 呃 爭取 希望能夠 因為會有法規檢視跟國家報告製作會比較多的經費 所以大概兩千萬左右 所以如果公彩回饋金沒有了 這件事情我們就不做了 呃 我們盡量爭取 把它編回公務預算 你盡量爭取 部長 署長只能盡量爭取 你覺得呢 我沒有想辦法弄錢 我只能跟委員講報告 我們會想辦法 所以你還是沒有就是說確定明確的答覆 這個事情會做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重要的就是說工作 突破性的就是說工作 我們的主管機關只能夠告訴我們 我們會努力 好 我們一定會做 好 去年的一千三百多萬 今年預計的就是兩千兩百多萬 好 我再問你 你們委託了給誰做 今年嗎 你說今年還是 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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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是台灣大學 委託台灣大學 對 好 委託台灣大學來做 好 那這個計畫的主持人 一方面 是我們 計畫的主持人 一方面 他又是 我們 呃 身心障礙全力推動小組 的成員 我們這個計畫 執行成果 要向行政院 身心障礙全力推動小組做報告 然後他也是委員 他自己審查 除此之外的話 剛剛講的公寓彩券 回饋金 的這一個部分 的計畫審查 他也是委員 部長覺得這樣妥當嗎 呃 等一下 可能可以 檢 檢署長解釋一下 不過他基本上 第一個他是一個公開 照標的 那第二個 我知 我的了解 這個當時 願意來接 這樣子計畫的 呃 單位還 還不太容易找 國內 好 那我再請教 喔 部長或者是署長 這一個教授 他有沒有做過 在接這個計畫之前 有沒有做過 任何身心障礙的研究計畫 有沒有開過任何一門 跟身心障礙有關的課程 呃 我想 我們是用團隊的方式 那這裡面也有很多是 所以計畫主持人 他本身不需要 沒有當然這個 任何身心障礙相關的 這裡面涉及的是 面向是蠻寬的 包括社會政策 部長你可以接受嗎 身心障礙的議題 也包括法律的議題 部長你可以接受嗎 呃 我想 他這個計畫做了以後 我們一定會很嚴謹的 來檢視他的成果 很嚴謹的檢視 是 這又是一個形容詞啊 部長我對你太失望了 齁 今天談到這樣子的 就是說情況 裡面 你只有就是說空話 齁 你只有就是說用同樣的 就是說用形容詞 來做堆擠 部長 部長只有到這樣 部長只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的程度嗎 這麼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這個計畫已經 委外已經包出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 能做的就是希望讓這個計畫 能夠推動的很順利 這個計畫到3月26號為止 齁 去年的到 到今年的就是說3月26號 嗯 部長 你剛剛所提的種種的就是說問題 你謹慎的再做就是說思考 我相信有很多的內容 跟很多的問題 你是不知道的 好不好 你能夠就是說 在這個部分的話 嚴加督促 齁 那然後 給本席一個交代 可不可以 是沒有問題 好 我們謝謝王榮章委員